欢迎来到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今天要讲解的单元是 平行综合练习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基础范例1 线段D1 平行线段BC 在这边D1跟BC平行 线段CD是角BCE的角平平线 CD角平平线 这样的角相等 等一下做记号 角若角CD22度 这个角22度 角V80度 这个角80度 则问你角A多少度 那我们把一支条件 把它标在这个图上面 记得解几合体 在图形上面标记 让图形变得比较简单 比较直观 这技巧是要学的 角平平线 所以两个角 把我们一样给它打 标圈圈 那这个角为什么跟这个角相等 因为题目有告诉我们 第一平行BC 这样的角是内挫角的关系 会相等 那一个圈圈22度 题目给的 所以两个圈圈 这个角 角ACB就是44度 那怎么求角A呢 角A 利用三角形 上个内角合 180就可以来算了 我们180 180度 扣掉角B 80度 再扣掉角C 44度 一减 我们就可以算出角A 56度 所以角A就是56度 大致把四指写一下 所以这边用到了角平平线的概念 用到平行 内挫角相等的概念 也用到了三角形 三内角180的概念 才可以把它算出来 基础范例2 沿着举行ABC的对角线BD折叠 沿着这对角线BD 我们把A折到E这边来 若角ABD57度 这个角57度 等一下我们会做记号 问你角CBE几度 问你角CBE 这个小小的角几度 那么一样 还是要把有用的条件 把它标出来 老师先把它标上去 这个角57 57度 把它折叠过来 这个角要57度 完全相等折叠过来 那你怎么算这个角 那简单嘛 就是用什么 57来扩33 来减掉 来减掉 33度 丢到24度 那就可以算出来 如果这题目改问这个角呢 那我们来看 其实呢 这个角跟这个角一样 也是24度 怎么推 57 90 那只可以知道这个33 那这个33 折叠过来 这个角也是33 那这个角再用90去减 两个33 一样可以得到24度 其实以后你还可以看到 这两块3号型 它一模一样大 是全等的 这是以后的事情 OK 概念解说 第一个我们要充分利用 两平行线 背线所结 形成的四双 同称的角相等 两双 内称的角相等 还有两双呢 同称的角互补 来解题 也就是看到 两平行线 背线所结 这八个条件 你就可以拿出来用 这比较 一般的题目 那对比较复杂的题目呢 同学我们看一下 概念解说的第二个 如果你看到图形呢 两平行线中间 有线段啊 有顶点啊 记得过顶点 要做平行线 好 再利用 一 可以找到很多 同位角相等 或是内座角相等 或是同称的角互补的概念 就可以把答案推导出来 记得 比较难的题目呢 这个方式是很有用的 过顶点 做平行线 那我们在后面呢 两个进阶立体 也会来讲解这个东西 进阶犯例 一 一支L平行M 两道直线平行在这边 折角二减角一 等于多少度 看一下两平行线中间 有很多折线段 那我们刚 概念解说的第二个 跟同学讲过了 看到平行线中间有顶点 那我们等一下要做平行 那这个题目呢 就可以把它慢慢推导出来 那老师做给你看 好 我们做了平行以后呢 那这四条呢 就会互相平行 平行可以第一 那你看上面这两条 平行这条结线 那三十 这个角也三十 利用内座角相等 可以推导是三十 好 然后你再看下面 下面这两条平行结线 那这两个角是同称 那条互补 你可以推这个角七十度 一百八减一百一就七十 然后再看中间两条 红色的平行 这条条结线 这样的角 那座角相等 我们就假设它是X度 那你来看一下 角二减角一呢 那就会等于什么 X加70 我们过程度把它省略掉 角二就是X加70 角二就是X加70 那角一就是X加30 减掉瓜糊X加30 那X跟X会减掉 70减30就掉到40 所以 所以 角二 减角一就是40度 那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 这种题目其实是算很困难的 比较难的 那平行线中间 你看到有顶点 那就把它做平行线 那就可以利用平行线的很多性质 相等互补的性质 慢慢推导出来 那同学不要有死脑筋 我一定要求出角二几度 我一定要先求出角一几度 再来相减 不一定 这种两角相减或相加的 有时候不见得要分别求出来 你只要知道它们相减几度就可以了 进阶范例2 直线AB平行CD 看这边看图形 AB跟CD平行 中间夹着一个正方形EFGH 那告诉我们 角一的度数4 4就是等于的意思 角三的两倍少12度 角三在这边 那我们可以来假设 角三是X度 那角一是它的两倍 就2X 少12就减12 多就加12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利用 角一 加上谁 加上角三 会等于90度 为什么 你去想嘛 正方形 这个是直角90度 那这三个角加起来要180 180扣掉一致的直角 剩下这样的角90度 那我们来解 左边变三个X 那把减12移过来变90 加12 就变102 那X呢 等于多少 两边同时出于多少 出于3 就是30 4度 好 那我们再推 下面就比较复杂一点了 同学慢慢看 我们刚刚已经算出来 角三 34 56 那我们讲过 平行线中间有顶点 我们就做平行线 那利用上下两条平行 你可以推出这个角跟这个角 相等 都是56度 OK 那这个角34度怎么推 因为正方形每个直角 每个角都90度 所以90-56 这个34 那最后再来推这个角 这个角跟这个角会相等 为什么 因为下面这样的要平行 那这样的角 每座角也会相等 所以你可以推出这个角 就是我们所要的角二 会等于几度 34度 所以要两步做的 来把这一节做完 这个单元就讲解到这里 要记得多思考 多练习哦